那接下來我們來到了直播間的 其實不只有一隻喜歡Pogey 百祈的朋友們 更有非常多喜歡我們Into One的朋友們 是不是 那現在我們就共同掌聲 有請我們的Into One 歡迎大家請各位跟我們的直播間 大家招呼吧 大家好 我們是 Into One 哇 熱烈歡迎Into One到來 這是個非常快樂的夜晚 百祈也為直播間各位朋友們 準備了特別的驚喜 就是我身後的這個 百祈跟Into One 心動直播禮盒 那麼這一次 百祈跟Into One 希望通過這個禮盒 能夠跟大家一起來分享 開心跟快樂 那現在 我們會首先有請Into One 劉宇 幫我們來打開展示一下禮盒怎麼樣 來 準備好了嗎 3 2 1 來看一下 哇 大家可以選擇自己喜愛的喔 這個真的非常獨家 很有收藏價值 其實劉宇在開啟那一瞬間 有什麼想跟我們分享 非常幸福 還有今天非常開心 能夠來到百祈直播間 然後和大家一起分享我們的快樂 也希望呢 大家可以和我們多多的互動 多多交流 好 那其實 在我們直播才剛開始 那就是讓大家喜愛 那這一次我們和 中環正日聊天之前 我們先開炸一波福利 那這一次我們為大家準備了 10個百祈定製翻譜帶喔 在我這裡給大家展示一下好不好 哇好好看 而且摸起來質感很讚的 質感很讚 大家可以看一下 喜不喜歡 對 那接下來我們將會抽獎的方式 送給大家 今天在我們現場 稍後 我們網友會倒數上抽獎盤窗 那只有關注了我們直播間的朋友們 才能夠參與 那如果直播間 還沒有關注我們的朋友們 快快點個關注 來給大家 看一看我們的這個翻譜帶 同時 我們也倒數五秒鐘 來給大家上抽獎按鈕 來 我們一起倒數五個數 5 4 3 2 1 我們抽獎按鈕以上 那麼在一分鐘之後 將會正式開啟 那關注了直播間 那些朋友快點擊屏幕右上角的抽獎按鈕 參與抽獎吧 在倒計時之後 會由京東後台自動開獎 公平 公正 公開 那麼參與的小夥伴呢 請留意中獎信息 中獎小夥伴請同步填寫中獎信息 那如果沒有中獎小夥伴呢 也不要灰心 我們還有兩輪抽獎 最後還有終極大獎 大家準備好 把百祺行李箱帶回家了嗎 哇 請一定要一直鎖定 我們直播到最後 好啦 那我們開始跟我們一通話來聊天 其實我知道 大家最近可能是會很忙 能不能跟我們分享一下 就是你們目前的生活狀態是怎麼樣的 其實 最近真的是很忙的 而且我感覺 日程好像都沒有空間過 除了工作之外 還要安排一些外出的訓練呀 在練習室的訓練 然後每天早上呢 起來吃個早飯 然後立馬呢 就去工作了 所以說平常聚在一起的時間有限 然後呢 因為各自有各自一些想法呀 感悟之類的 然後這個時候怎麼辦呢 可能是等到我們工作結束之後 回到宿舍 然後呢聚在一起 然後聊聊天 其實給我的感覺特別像大學宿舍的 大家一起聊天 非常有份 聽起來是蠻忙的 而且就是壓力很大 所以在平日生活當中 會用怎樣的方式去解壓跟保持快樂呢 可以跟我們來分享一下好不好 其實就是最近蠻忙的嘛 如果忙的時候 就會 擠一些時間出來 就是聽聽歌 就是已經很久沒有 就是靜下心來聽歌了 然後最近呢就是 嗯 不知道看到了 就是最近呢就是因為 就是很忙 然後就是擠了一點點時間 給自己聽歌 然後感覺就能夠沉下心來 感覺冷 我這邊是吧 感覺 就是如果冷靜下來 慢慢地去工作的話呢 反而可以把那些工作更加有效率地做完 所以我現在就是在 很多就是忙 很多忙的時候呢 我就會聽聽歌 然後讓自己就是安靜下來 嗯好 非常期待AK就是在之後的時間 你跟我們分享你的創作作品 好 那麼這個問題 我們拋給博遠好不好 博遠跟我們說一下 嗯 壓力大的時候 其實本來想做菜 但是白天我們 我欠六月的飯還沒做呢 那個 我昨天晚上就幹了一件解壓的事情 我們昨天回去的時候特別晚 但是硬凹了一點時間 給自己煮個泡麵吃 然後就是 讓自己能夠節奏慢下來嘛 然後 儘管只是打個蛋 拆個料 但是那個過程還是 挺 讓我覺得很舒服的 然後昨天周克宇看到了也像 來一口 所以 真的 對 就是下廚 讓自己就是能夠解壓 他廚的畫面真的好吃 非常好吃 非常好吃 我覺得你們 我太羨慕你們了 就是有這樣一個會做飯的室友 對不對 而且我們知道 聽說最近你們是網購很溜 所以最近有沒有什麼好物 跟我們分享一下 Patrick 這問題給你 我最近買了很多的東西 是的 是的 對對對 就是我有一個 一本非常好的書 我買了 就是 我買了一個HSK的考試的書 就是那個 怎麼說 漢語水平 漢語水平考試 對對對 這個 因為我們最近外國人 我們在學漢字對吧 所以 啊 這個書就可以幫我們學很多 嗯 還有我買了一個 呃 膠卷相機的電池 然後告訴你們 我買的時候 我去別的店是沒有 在外面是沒有 對 所以我就是只有 可以買在網絡上 非常方便 好 謝謝謝謝Patrick 我們也期待就是 在下一個就是網購Vlog的誕生 那其實像我最近網購比較多的呢 就是這個 我們的 百奇巧克力口味 哇 是的 那這款的話 它細膩絲滑巧克力這樣 包裹著優質小麥粉製成餅乾棒 可以就是香脆可口 在工作之餘 跟朋友小聚 都可以分享這個哦 所以各位直播間夥伴們 也可以試試看哦 試試看好不好 嗯 除了在網購之外呢 其實我們今天現場 我們有一項非常值得傳授給我們 就是各位國外學人的一個技能 這個就是 點外賣 啊 所以很好奇大家 平時會點些什麼東西 來 家緣分享 呃 其實我點一些東北菜比較多 但是我跟你講就是 他們真的是無師自通 哇 他們就是點的東西都特別的 嗯 花哨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因為我點了 就是家常菜 哦 就像 楊老子 所以說他們就是 我覺得他們就是 現在就是在 中國購得很快的 很開心 嗯 好 謝謝 謝謝 感謝家緣分享 其實家緣不僅是這個外賣普吉大使 也是我們銀口大將普吉大使啊 那不過說到吃上 我們知道其實 英特湾是個國際男團 大家來自不同的地方 全世界各個角落 所以在口味上現在能適應了嗎 比如說米卡呀 最近就是 口味上會不會經常想念家鄉的味道 還是說 對我們的口味還是蠻喜歡的 有國上 國上手藝的美食 但是 我 我覺得 中國有很多的好吃的美食 比如說 小口 小口 還有 混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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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所以如果我可以吃到中國的美食 我還可以 東北菜 就是 東北菜 東北菜 是不是 東北菜 說實話 東北菜 確實能夠給人一種大口吃肉的自由跟快樂 我想問一下大家 大家平時會吃百齊嗎 會 會 會吃 其實我們不管是在中國 還是很多其他國家 百齊都有非常多的忠實消費者 它可以說是一個貫穿著很多人 童年跟青春的食品 那其實我也非常好奇 大家 有沒有關於我們百齊的小故事 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 柯宇 我覺得 嗯 嗯 嗯 好 你發言 是這樣的 我們經常會這個 這個 對我們經常會排練的時候 然後 排練的時候 你會餓 嗯 因為我們要跳舞 嗯 嗯 跳舞 然後就會餓 有一次我記得很清楚 淡多 嗯 的包裡面 裝了非常非常多的百齊 對對對 這個紅色巧克力口味 巧克力 然後那會兒我們就很餓 所以那天晚飯我們直接就 我直接就代餐吃了百齊 對 對 吃了很多 就吃了很多口味上也是會有接觸很多種 是不是 那我想問一下就是剛才其實 呃你有分享過就是有幾種百齊 所以他們通常是什麼味道的 他們通常是 嗯 非常豐富的味道 豐富的味道 嗯 我們平時吃就是 很多人會帶巧克力味道的 但是我自己吃的時候 平時我吃抹茶比較多一點 哦 因為我很喜歡抹茶 哦 但是如果我自己沒帶的時候 我又很餓 嗯 嗯 嗯 好 那其實我們剛剛看到了就是 我們柯宇對百齊還真的非常了解 無論是這個堅果百齊啊 我們其實還有一個慕斯百齊很高端 還有一個是水果粒粒口感 都是非有特色的 那今天全店百齊 除了我們剛剛所說到的直播 星動禮盒之外呢 帶滿99 贈單人鑰匙扣 所以大家只要加購 就可以選擇自己喜歡的鑰匙扣了啊 福利很到位 算完為止 感謝你朋友們 趕緊購買嘗試一下 好讓我們再來看一下 孟某關於百齊 有什麼可以跟我們分享的 李莫 百齊貓 然後因為我覺得對於我來說 百齊 它其實 之前啊 因為它不是有一桶是蘸那個巧克力醬 然後有時候它沒蘸 那以前我不懂啊 然後我就隨便撕開 如果撕開錯誤的話 我就要有可能是拿著那個有巧克力的那一桶去吃 手上就會黏黏的 所以我就會 提前摸它的那個根到底在哪兒 然後把那一桶再撕開 然後你就可以完整拿出來 就是可以說是完美主義的莫名執著 對 然後就一個小細節 然後如果這一天開一包百齊的話 如果裡面一個特別看的話 那今天就是非常lucky的一天 你今天會過得特別的順利 就是非常的完美主義是不是 而且我們會在吃我們百齊的時候 會真正感受到在原料上 跟它的工藝上 會讓你有一種吃起來快樂的感覺 也是我們share happiness的一個理念 OK嗎 那今天我想問一下我們站多 你可以跟我們來分享一下 你跟百齊的故事嗎 好 百齊我覺得所有人有 少年的時候 或者青春的時候 有回憶 其實我有一個回憶 因為每天我和爸爸一起跳練習 很多努力 然後有一天 他給我百齊 這個時候他沒告訴自己什麼 但是我非常 怎麼說呢 開心 然後 所以 對我來說 百齊是一個特別的 幸福感的東西 哇 真的好感動 我跟你說 散多這個故事 就是相當很多人都感動身受 我們知道其實 爸爸雖然沉默 但是還有力量 也再一次感恩散多 那其實我們知道 在這一輪當中 我想問一下小九 就是有沒有你 關於我們百齊的回憶跟故事 能不能在我們今天明星直播上 跟我們分享 嗯 小九 嗯 小九 又是 我先說這個吧 其實我們那個 說十一跟不解的時候 也是 Forky Forky Day 因為它是那個 形狀很像的 是那個 十一然後 如果你把那個 百齊兩個 放在一起 它會也是十一 嗯 然後我說那個 鬼吃泰國吧 其實百齊 百齊 百齊 也很流行的 然後我小時候 小時候 也很愛吃百齊 因為 我有一個事情 發生了很經常的 就是 我吃一個 就停不下來 因為我很 很愛吃那個 小苦力味 然後呢 我其實 一直跟那個 跟朋友們 聚會的時候 會有一個小比賽 就是 誰吃最快 我們會這樣 哭哭哭 然後 誰吃最快 就贏 嗯 所以就 我想說 就是我 我很愛吃百齊的 然後 它會讓我們 就是跟朋友們 聚會的時候 感覺 然後那個 氛圍很好 謝謝 光聽你說 都能感覺到 就是 滿滿的青春感 謝謝小九 那剛才其實比較 輕鬆跟大家聊了很多近況 听到了大家的柏琪故事的分享 感觉柏琪就是跟各种快乐 它是相伴而行的 它是有一定的循环跟默契和邂逅的 那今天在我们直播间各位朋友呢 如果你有什么关于我们柏琪的故事 想跟我们分享的话 可以在我们评论区下方告诉我们 那这里呢 我们也给喜欢柏琪的朋友们 再介绍一下今天柏琪专属的福利跟优惠 本场直播间 明星直播间柏琪 Inter1心动直播礼盒 原价139元 今天在直播间到手价114元 所以大家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 单人立牌呦 售完为止 而且今天百七拳店除直播心动礼盒之外 再满99元赠送单人钥匙扣 也是可以先加购 再选择自己喜欢的钥匙扣 也是送完为止 所以在这里再次听我们直播间的各位朋友们 按需消费理性购买 好了咱们喜欢少叙 我们知道其实Inter1自己的弯件很好 默契度已经在不断飙升 但具体有多默契呢 今天我们会通过我们的重头戏 也就是百七挑战之Inter1默契大考验 来挑战各位 在本次明星直播现场挑战总共分为两轮 难度不断递增 采取的是累加的积分制 每位团员都有一个相应的积分杯 我们有个积分杯 然后挑战结束的时候呢 会获得这个百七最多团员将获胜 那得分最少的五位 给你们一个福利 什么福利 惊喜惩罚 需不期待 看起来没有很期待 看起来没有很期待 是不是 没有很期待 是不是 好 但是大家可以一会儿 在我们直播间 各位观众们 你们可以期待 先给大家介绍一下 第一个挑战的规则 这个游戏叫做 齐味传递 默契接力 一会儿呢 大家会不会分成两组 在这里呢 会有一个抽签筒 来 我们给大家展示一下 抽签筒是什么样子 哇 这不是我最爱吃的巧克力百七吗 巧克力味的 然后今天的话 大家每人抽取一根 同色将会自动成组 好 大家可以先抽签了 每个人可以从中 抽出一个 抽出一个 不可以看哦 不可以看 不可以多多看哦 是的 有两个颜色 那么这两组怎么比呢 我来跟大家介绍一下 每一组做成一排 第一个人需要闭眼 吃一根百七 先猜猜自己吃到 是什么口味 然后在画板上 画出这个味道的图画 那比如说 你吃到是榴莲味 那当然百七 目前还没有榴莲味哈 那就在画板上 画一个榴莲就好咯 注意现实啊 十秒钟 下一个人 根据上一个人 画的图像 依次接力画下去 每人限定十秒钟 不断传给 最后的那个人之后呢 让他说出 他认为 那个口味词 如果猜对 或三只百七 如果失败 没有百七 如果两组 都答对了 那么每人获得 三只百七 好了 那现在我们来 开始分组吧 各位 根据手里的百七颜色 自动归位 来自动换位 好 我们来给大家 先换一下位置 大家可以自己先安排一下 来看过来朋友们 直播间朋友们 看过来 看过这边 那在我们的游戏期间呢 其实直播间的小伙伴们 也别忘记了 多跟我们互动 谢谢大家喜欢跟支持 好了 各位可以先换位置了 这边这边啊 看到我这边 现在呢 在我们直播间 一定要注意 我们观看直播的 各位观众朋友 在我们直播间 现在一定要抓紧时间 关注本次百七直播间 好了 那镜头可以给到我咯 我要跟大家介绍一些福利咯 叫福利了 是的是的啊 那大家可以已经找到 自己各自的组织了 稍等一下 他们会分好队伍 不要着急 然后在此之前呢 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其实在我们本样的直播间 有很多礼盒 平时拿不到的信用价格 在今天我们Share Heminist 这样一个氛围当中 你都可以get到 所以是需要靠抢的 如果现场临时被通知说 我们被抢光了 那么很可惜 今天这样一个 非常隆重的时刻 我们就抢不到了 但是 大家可以将你们快乐的事情 跟我们来分享一下 是不是 话本也继续上 继续上啊 然后在直播间 我们今天的话 还有一个什么福利呢 大家可以知道是 点击我们购物车 可以查看 本场直播间的专属礼盒 同时在两队归位之后呢 将会马上开启 本轮的游戏环节 那么在今天 我相信直播间的小伙伴 一定非常非常多 毕竟你们是 挤爆过服务系的人哦 好了 两组队伍是不是已经准备就绪 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是不是 好 OK 来 我们已经看到两位 准备好了 来 给我们展示一下 首先呢 我们会有请第一组来接力 并且接受挑战 很厉害 第一组 我们这边的话 来进行开始挑战 我们第一位 可以选择一位 谁是第一位 告诉我 对谁是第一位 米卡吗 米卡可以第一位吗 哦 你们不相信米卡吗 来 你们自己选出一位 哦 你们要倒着来是吗 也可以的 也可以 好 刘宇来猜 OK 谁是第一位 我们要头跟尾 要头跟尾 好 那现在 我们先 默默品尝一口 品尝一口 好 画板的话 给到我们 二三四 一二三四即可 OK 准备就绪了吗 我要开始了 这都是你们的准备时间 来 一号链接 赶紧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 现在 我将会给你一个口味 不准看哦 来 随机选择一个 哎 来 你不应该知道哦 你要尝一下 嗯 不要看到哦 不要看到什么口味 OK 好 再给我就可以咯 OK 现在 请我们第一位团员 在我们的画板上 画出你认为 这个口味 对应的 水果或食物 十秒钟 十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来 第二位 继续 十秒钟 十 九 八 七 六 快 五 四 三 二 一 下一位 十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下一位 十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六 四 五 六 二 五 六 六 巧克力啊 巧克力巧克力 刘宇决定是巧克力口味 來 讓我們揭曉一下 我們剛才給大家盛上這支 就是巧克力口味 沒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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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哥哥 請雙方互換位置 一二組互換位置 同時我們這一輪就正式結束了 可以猜吧 我來猜嗎 我來猜嗎 下一輪規則給我們亮出來 繼續往下 繼續往下咯 你們喜歡 好 下面繼續看 我們接下來的話 最後挑戰的是第二組成員 大家準備好了嗎 遊戲要開始囉 那我們第二組的話 跟第一組的規則是一樣的 好了 既然你們看過一輪是不是 OK 我們這邊仍然是 我會給你們第二個紙杯 好 大家可以現在分別 就是可以自己來分組一下 誰是頭誰是尾 這兩位比較重要 好嗎 準備好了嗎 來 請選擇一個 不准看 選擇一個 在這裡 在這裡 好 好 品嘗一口 再放回來 在這裡 在這裡 好 現在十秒鐘到一時 十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來 下一位 十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下一位 十 一 十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十 九 十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十 五 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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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 八 八 六 八 八 好難喔 好難喔 草莓草莓 好難喔 好難喔 這一輪我們恭喜第一組美人 三至百星 耶 大家不用換位置 這個也太像草莓啦 沒有沒有沒有 這裡有個桃子 請各位團員製作 這邊要開始第二輪囉 要開始第二輪 坐下 第二輪 現在第二輪囉 各位請就坐 我們把畫板給大家收一下 第二輪挑戰的話有點來頭 其實在我們今天活動之前 咱們百姓的官方賬號就發起了 百姓挑戰爭集 收到了很多各式各樣的挑戰建議 各位請坐 我們今天也選出了 什麼呢 選出什麼東西呢 讓我們來看一下 選取了一個人氣很高的挑戰 也讓咱們 inter1團員們來進行一番比試 這個挑戰的名字叫做 一二三百七 具體怎麼玩呢 首先我們會先給每個人 隨機分配一個百七的口味 它會變成每個人的標籤 大家一定要記住自己的口味 跟別人的口味 記憶力好 才能夠幫助你脫險 所以一定一定一定要努力記住 來我先給大家一個規則 其實我相信直播間前的各位寶貝 以及我們各位成員都玩過這個遊戲 叫做眼色遊戲 這個遊戲怎麼玩呢 大家按照數字大小進行每輪報數 每輪只有一人可以報數 報數同時需要舉起百七十億 比方說一二 舉起百七十億 一定要注意這個操作 如果不舉的話是示威計權 正確報數可以獲得一分 如果兩人同時報數 OK 這個時候就要考驗記憶了 誰快速說出對方的口味 就加一分 就這麼簡單 好好玩是不是 如果說同時有幾個人 三五個人都在說數字三 怎麼辦 來給大家看一下 我們將會隨機指定一個團員 比方說我將隨機指定 Mika 大家誰先最快說出他的口味 那這個人加一分 好不好 明白 其他人不得分 很簡單 大家明白了嗎 我們最後的話就是看 杯子裡百七的數量 最少的五個人將來接受驚喜懲罰 來 現在我們給大家乘上我們的各種口味 每個人選擇一個口味 快選快選 大家可以來自零挑選一下 哇 好多口味 今天其實旁邊還有一個我們的百七牆在這裡 每人選出你喜歡的口味 大家不用著急哦 都可以拿到的 都可以拿到 有沒有選到 那我拿這個吧 我能拿一個我特別喜歡的嗎 這裡的能拿嗎 這裡的話只能拿我們這個小台子上的 沒關係 好不好 來 準備好 準備好之後 各位請就坐 按照剛才的位置做好 我們這邊的話 大家都摩金擦掌了 那我們要馬上開啟第一輪爆數了 各位 對 我們先分別跟大家說一下 兩個是一樣的是不是 你們兩位是一樣的是不是 兩位是一樣的 喔 這樣子的話 沒有關係 沒有關係 好 現在請我們第一排分別爆出自己的口味 來 米卡開始 好 什麼口味 什麼口味 快說一下 巧克力口味 他好好講 他好好講 來 分禮包 好 好 巧克力口 什麼什麼 牛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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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第二杯 什麼 它是什麼 什麼 什麼 爆口味 水果莉莉 水果莉莉 好難 什麼 濃郁慕斯風味 牛奶 芒果 就是 芒果 對 這是芒果 芒果 香蕉布丁 香蕉布丁 OK 我也香蕉布丁 香蕉布丁 達树布丁也算 我是蜜桃 蜜桃味 蜜桃 對 它是草莓 是什麼 謝謝 沒關係 牛奶 藍莓 蒜藍莓 蒜藍莓 對 我們兩個區分一下吧 一個叫香蕉 一個叫布丁 一個香蕉 一個布丁 它是香蕉 我是布丁 可以嗎 好 這樣子我們這一輪的話 已經給大家正式開始了 我將開始第一輪爆數 我說開始之後 從一開始 來 準備好了 爆數了 3 2 1 1 等一下 要舉Pokey 那派派輸一分 沒有 再一輪 最後一輪 準備好三個數 3 2 1 1了 2 3 4 5 6 6 7 好 牛奶 好 兩位分一個 牛奶 我說了好多遍了 你剛剛說是不是 好 給劉章 再加一分 加一分 恭喜恭喜 來 重新開始 從一繼續 我數三個數之後 繼續開始一輪 3 2 1 開始 他們還沒輸 已經二了 3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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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5 5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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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6 5 5 誰先 真的很快 真的雙方都很快 周柯宇 沒關係 Mika告訴我是誰先的 是誰先的Mika 浩宇是嗎 計數 浩宇一分 這樣子我們這個遊戲就正式結束了 下面還有更加更加 心動的環節 那我們在這兩流遊戲當中 我們將會以最終結果 來給大家去分辨勝負 還記得我剛剛所說的嗎 我們擺棋數量最後五位 是有一個神秘驚喜的 對不對 現在請工作人員 上幾分杯 那組員請認領自己的杯子 來看一下每個人各自杯中 有多少根擺棋 不要偷吃掉 偷吃一根你就有可能成為那個驚喜 來給大家上過來 請 好給大家傳遞一下可以囉 每個有自己的名次 大家可以指定去領取一下 好不好 Mika的 這是高清晨的 他只可以 是劉宇的 我的好多 因為你的分低啊 那麼 我們最少的五位 最少的五位嗎 最少的五位 我怎麼只有一個啊 你就一個 周克宇沒有啊 沒有啊 你也沒有啊 二三個 來我們比劃一下 是誰沒有 我是一 周克宇一個 我沒有 林默一個 OK 我是最多的一 來 AK 小九 你有四個 我有四個 這個比上吧 啊 沒有 沒有 沒有這回事 這個布丁 你這個的顏色好像不太對吧 顏色不對 來 布丁回來吧 去吧布丁 杯中的 一個更沒有 後來五個包 一個嗎 一個也要去 一個也要去 為什麼需要去啊 來 杯子給我吧 你們的杯子給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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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杯子給我 只要好吃嗎 杯子給我 好吃 好 現在呢 我們就這樣子 現在的話 我們將杯子先收一下 現在我們將杯子先收一下 我們各位成員 將杯子收一下 同時我們剛才 杯中是零個跟一個的 在前方站好 這邊來開啟我們的挑戰 那我們現在會 再隨機放一段15秒音樂 隨機跳一段團舞 大家現在覺得這個表演嗎 起比賽 讓我感受到你的熱情 來 五位準備好 音樂來囉 15秒 好 好 哇 感謝大家 激進舞蹈看 謝謝謝謝你們 沒跳夠是吧 沒跳夠 再跳一會 再想跳再跳一會 沒跳夠是嗎 好 那我們稍後的環節 其實會更精彩 稍後環節會更精彩 各位請回 那咱們接下來呢 其實這個遊戲 平時聚會啊 團結啊 都可以玩起來 那其實我們百奇關不上 還有更多遊戲創意 所以大家可以多多參加 別忘了帶上百奇 作為重要道具 那兩輪遊戲下來很刺激 希望團員們先休息一下 來各位這邊請 這邊 團員們現在請前往操作台 好這邊 好我們可以先準備一下 同時在這個間隙 我們來 我們喜歡各位百奇的朋友 我們來介紹一下 我們直播先的購買福利機制 那麼今天的話 百奇into1 心動直播禮盒 原價139 今天到售價只要114元 售完為止 而且今天全店百奇 除了禮盒外 再滿99元 贈送 單人鑰匙扣 所以大家可以先加購 再重新選擇 自己喜歡的鑰匙扣 是沒有問題的喔 也是送完為止 所以我們直播間的各位朋友們 一定要按需消費 理性購買喔 那接下來的話 我們也會通過第三個環節 來在前衛兩輪的鋪墊下 去進行進一步的默契加深 這個環節當中 int1的團員們 將充分發揮創意 使用百奇來製作甜品 讓我們看到百奇更多可能性 好那現在呢 我們也會邀請團員們 在我們操作台前 選擇他們喜歡的材料 我們給大家先賣個關子 一會來給大家做展示好不好 那等一下呢 團員們用材料 我會給大家簡單介紹一下 稍後的時間裡 大家會用到的是百奇系列產品 其實我們知道 百奇一直都會使用到 甄選優勢進口面料 嚴格品控 在提供美味同時 確保安全安心 那其實我們會發現 今天有很多種口味是不是 而且在吃我們整個百奇的過程當中 會發現在香脆的餅乾棒上 塗了厚厚的巧克力醬 一口下去就非常滿足 又有餅乾的香脆 那麼經典百奇總有七個口味 那在我們的 英特萬聯名禮盒當中呢 其實七個口味都是有的 一次性可以滿足所有期待 非常值得購入 有很多朋友會說 從小就是吃經典口味長大的 吃今天口味長大的 那我們講還想嘗一下新的口味 那其實這有幾款當中 巧克力圖層上還有另外有文章的作品 就是我們的慕斯系列了 其實它的外觀經典是有點像的 但是上面的巧克力你會發現 它會更加的濃郁絲滑 比方說巧克力 抹茶 芒果等口味 都是越濃越好吃 大家可以自己去get到一下 喜歡經典的朋友 一定要嘗試一下我們的慕斯系列囉 那直播間的各位小伙伴們 都喜歡什麼口味呢 可以打在我們的評論區 告訴我們吧 告訴我們 好 那下面的時間裡呢 我們趁著團員們 都在努力DIY製作過程當中 我們第二波福利就來囉 那這一次呢 為大家準備的是 實踐我們的擺旗定制T恤 就是我 裡面這件很好看 舒適好看Oversize款式 很時尚潮流 沒問題 直播間小伙伴們 一定要記得 關注擺旗直播間 點下關注 同時呢 我們今天的話 在直播間一定要抓緊時間來搶過來 好 下面的話 我們直接給大家來過 我們的重點環節 好不好 來過一下重點 那今天在我們的直播間環節當中呢 我們也會 將我們的鏡頭 給到我們 int1的各位成員 看他們在我們製作過程當中 有怎樣的心意 好不好 那同時我們也非常感謝 今天來到現場的 以及我們線上的各位朋友們 能夠共同參加 本次擺旗 分享快樂的活動當中 而是我們會發現 其實我們今天int1各位成員 真的很開心 你看他們現在都紮成一團鍋了 來看一下 來跟我們看看 他們究竟在做什麼事情 給大家展示一下 給大家展示一下 就是被你吃了幾顆 好 讓我們來看一下 一會兒也會進行採訪 一會兒也進行採訪 同時呢 各位記得關注我們直播間 同時點擊我們右上方的抽獎按鈕 就可以參與抽獎咯 那只有關注直播間的同學 才能搶到呦 所以各位趕緊關注起來 哇 那其實我們知道 其實百祺系列呢 有兩個新系列 一個是堅果系列 一個是水果莉莉系列 首先呢我們的堅果系列 巧克力醬上 加入了非常酥脆的堅果 吃一口 在巧克力醬的包裹之下 既有堅果的酥脆 又有餅乾的酥脆 可以說是雙倍快樂 水果莉莉系列 更是牛奶醬包裹著真實果莉 吃起來奶香濃郁 又果為飄香 那其實我們知道 現在秋天到來了呀 有時候出去登高呀 秋遊呀 錄影呀 都是可以去吃的 帶上百祺一起 不管是用來玩遊戲 還是作為野餐 都是沒有問題的 而且今天我們全店百祺 處理盒外 滿99元 還贈送單人鑰匙扣 大家可以先加購 再選擇喜歡的單鑰匙扣 送完為止哦 喜歡百祺的朋友們 可以根據口味喜好 來進行加購 好 我們抽獎鍊接按鈕這邊 幫我核實一下 是否以上鍊接 有沒有上 核實一下 有沒有現在上 幫我看一下直播的情況 有沒有再上鏈接 有沒有 有上嗎 已經有上是不是 好 那我們抽獎鍊 已經開啟了 大家快快參與到 我們的抽獎當中吧 在倒計時結束之後 將會自動開獎 中獎的夥伴們 要填寫一下信息 那我們還有作為一輪抽獎 到底是誰能夠把我們 最終的終極大獎 百祺行李箱 帶回家呢 讓我們共同期待吧 那也請鎖定 我們直播間 最後 我看大家好像 甜品製作的 好像都已經差不多了 也在過程當中 再進行最後的點綴環節 那今天 大家也可以在直播 評論區 來猜猜團員們在甜品中 究竟埋藏了 怎樣的心意哦 好 我們再給大家 一點時間 讓我看一下 有幾內小伙伴 已經做好了 給我舉手試一下 哦 大家還在做 最後的裝點 讓我看一下大家的情況 已經快完成了 那在這個間綫當中 我們還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今天其實我們這個第三個互動 是充滿心意跟愛意的 同時 她也是分享快樂一種方式 平時我們跟朋友 跟家人 都可以使用百祺 作為一個 井上天花的妝點 去做二次加工 好 那我們先請劉宇這邊 跟我們來介紹一下 你的甜品好不好 劉宇還在做最後的一個裝飾 好了 給個特質了 對 看到沒有 這個呢 我剛剛立馬看到了 這裡有一個冰粉 我在這 哈哈哈哈 剛剛我看到這 突然有個冰粉 我就說 我就決定是他了 因為 我好像沒有做過 用冰粉做蛋糕吧 然後這個呢 就是要在這上面 先擠一圈 防止他的冰粉 就挪到家族房去 然後我選了 呃 扁桃人 會來出 這個是 上面這一圈 是壓碎了的 百祺品單 它混合了堅果 所以它非常的 香脆 口感同色會非常好 然後呢 我還在上面加了一點葡萄乾 因為大家吃冰粉 就多會加葡萄乾 對吧 嗯 冰粉蛋糕就這樣 就做好了 真的 沒有堅果 別人用冰粉 第一次見 對 好吃嗎 你看他的手 QQ彈彈 我會喜歡 哈哈 對 就是 看到了嗎 QQ彈彈的 很軟糯 哇 好想吃一口 有這種慕斯的感覺有沒有 做非常棒 來 我們評論一下伙伴們 告訴我們 給我們扣一波666可不可以 扣一波666 好 那其實呢 剛才我們也在這個過程當中 看到了其實歲末當中 有很多特別的用途 感謝劉宇 讓我們腦洞大開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下一位 讚多看看你的 好可愛 哇 可愛嗎 真的嗎 可愛嗎 非常 對嗎 其實我做了 無理 無理 無理的蛋糕 米露 對 米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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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米露的蛋糕 對 因為 我是現代老人的Santa 所以 米露 和我一致的 對 可愛嗎 可愛 真的可愛嗎 非常可愛 有點難但是 其實 如果你吃這個時候 你可以 每吃一個 只可以 使一個 我願望 願望 哇 可以使一個願望 哇 再多不愧是 我們今天在直播間 給我們帶來非常高光的作品 這個蛋糕真的太適合你了 來 我們再看一下這邊 米露蛋糕也很有肚蝦的感覺 米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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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給我們展示一下 哇 怎麼說 所以 這是 瀑布 雪落 還有 沙灘 瀑布 對 瀑布 瀑布 所以我 還沒打 可能 我穿過這個時候 我穿過 海浪的時候 我用那個 藍色還有白色的 奶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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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我穿過那個沙灘的時候 我用 瀑布 耳末 都會瀑布 所以我覺得 這是非常好吃的 好吃 好 謝謝 謝謝 美可 那可以看到 就是這樣一個作品 非常像夏日海邊 看得都 我都想下坡街去度假了 來 那接下來小九 給我們來展示一下蛋糕 蛋糕好不好 蛋糕 小九 給大家看一下 昨天我就做了我的秋日水果蛋糕 就是 很標準 很標準 就是我 我擠奶油 放下來了 然後 我就放很多水果 然後 為什麼我給他這個名字呢 因為 那個 今天的時候 他就是 水果成熟季節的 然後 最後我就 用 白棋 用了 做那個 裝飾 就完成了 好棒 而且就是 剛切進那瞬間 真的垂涎 三十 好香的感覺 做法也非常簡單 但是成品效果非常讚 再次感謝小九 那我們繼續往這邊看 我看到 我和林默這邊 在進行什麼神秘的操作 其實剛才在製作的時候 我會發現 你做的過程當中 給我們帶來很多心意 來 我們給到林默這個時間 我的這個是 好可愛 沒關係 沒關係 沒關係沒關係 睡睡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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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 這個 這個比做法更意外 更意外 沒關係 沒關係 完全回來了 完全回來了 對 今天真的是 不光光是分享快樂 還分享驚喜 被 摔掉一次之後 他仍然很堅強 對 哇 你傳達的意義 好高端啊 好 李默有什麼分享 繼續說一下 李默 趕緊評估一下自己的心情 我的這個是外星人蛋糕 然後 他的兩個眼睛是那個冰淇淋的天空 然後 他的鼻子是那個 用Pocky 戳進去那個樹莓 哦 所以剛剛是外星人降落 對不對 他的嘴巴是一個那個 奶油 他的頭髮是Pocky 這是我的外星蛋糕 歡迎外星人降落地球 哇 好看 對 我覺得這個其實超性特別強 那平時比方說大家追劇啊 看綜藝啊 特別是看咱們一段表演的時候 都可以備這樣一盤的小零食啊 有各種口味的擺棋 還有水果敲散的 好 讓我們看一下 柏影的蛋糕做得怎麼樣的 來 展示一下 在這裡 哇 柏影的好好看 postal versoárium 我今天就很像那種 真的是uko 那個蛋糕店 想買一小塊 這就是 就是那麼綠綠的嘛 見見看看 對 因為我喜歡吃櫻桃 然後呢 就選了漂亮的櫻桃放在上面 然後呢 我這裡手邊正好有抹茶味的擺棋 所以就把它放在後面 當成那個櫻桃的那個缶 櫻桃杆 然後這樣放在一起 再加兩片薄荷 就像劉宇剛說的 像竹北看起來就是非常清爽 對 抹茶味 对 而且又有清爽的樱桃 清爽的抹茶 对吧 这个奶油这个糊润 这个奶油就是告诉大家就是 他有点着急 就是这个 就是糖嘛 糖就是我们吃一点就好 所以我们要把它涂满 我们就适当涉糖 对对对 很好看 你很棒 好 很有创意哟 很有创意啊 可以说是非常有创意了 那其实百姬组成了水果一部分 这也是一个小速度 再次感谢博远 让我们看看佳元座是冰激凌吗 是什么 哇 好好看 来给大家展示一下 哇 有惊喜吗 哇 有没有进行 哇 来给大家分享一下佳元 好漂亮 好漂亮 然后虽然说现在已经是秋天了 但是我还想吃更激凌 但是 容易现在这个季节是容易拉肚子 所以说我就用这个奶油做了一个 就是像VC0一样的扣在上面 就是 嗯 然后就是我这个是用蓝尾味 就是摆起插上面的 插上面的 看着特别体秀 然后就是 感觉就是 就是一个完美的艺术品 然后希望大家就是 今天开心吧 好吃铜箴 然后我自己做给他几篇 叫做铜箴冰激凌蛋糕 就是看到佳元这个作品的时候 其实一瞬间就会很开心 因为上面有各种蓝莓的味道 包括有一些草莓的粉色 其实很好看 满满铜箴的味道 那下面的话我们来看一下 Patrick的 林浩宇给大家分享一下 哇 有这样一个小仪式是吗 可惜我们今天都没有捕捉到 来给大家看一下 你可以重新演一下吗 来三个数 哦 三 再来一遍再来一遍 三 二 二 一 五 好 这边是小仪式的 然后大仪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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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 那个 然后那个 那边走 对 对 然后还有 对 他要上了 那边就是 对 对 对 然后 这个是配方好 对 对 非常完美 非常完美 然后 好 在这边 多了 刚刚的麦 可能有点问题 好 这个就是 非常完美的蛋糕 开始掉了 然后 就怎么样 好 好吃吧 谢谢 对 就是一个非常非常 美好的蛋糕 然后我也希望 可以跟大家继续守护 跟大家 美好 好 谢谢 谢谢 这个作品可以说是非常的唯美浪漫 我很喜欢 那我 刚才我们可以看到 他其实是用一些水果粒粒 在上面做了一些点缀 比方说 奶香和果香这样一个搭配 一定很好吃 谢谢Patrick 让我们看一下 就是柯宇前面的甜品作品 制作这个情况 好不好 给大家试一下 试一下 来看看 谁呢 我们做柯宇的蛋糕 哇 喂 嗨 哇 大家好 哇好可爱 哇 我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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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还挺明显的吧 这个是我做的 这个叫做健康火龙果蛋糕 健康火龙果蛋糕 对 然后我 因为我平时喜欢吃抹茶 我就在上面又加了这个抹茶的百七 火龙果这个水果最近在我们团内的人气是非常的高 就是我们每一个 只有你一个人吃好吗 你们 所以我就专门做了一个 因为它很健康嘛 然后我就专门做了一个类似像火龙果的给大家看 上面还有一些黑芝麻 对 其实告诉你们一个小秘密 就是如果你把水果和百七一起混着吃也挺好吃的 有一次我就用真的用火龙果配着百七吃了一顿晚饭 然后特别好吃 好 看来柯宇这个最近真的是非常喜欢吃火龙果 这个做法也很有创意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感觉同理的话 其实他可以做这个西瓜蛋糕是吧 对 对 这个 还可以做西瓜蛋糕 因为它是个奶油的颜色 是 很水果的一种颜色 对 然后把这个奶油调成西瓜的颜色就可以做 对 好再一次谢谢柯宇 那其实我刚刚有看到就是不得了的东西 AK这个的话是奶茶吗 给大家解释一下 看看 所以这个就是一圈 一圈奶油 然后还有一点珍珠 然后在上面 差不多就是这样子 好像是所有人里最简陋的 我很喜欢珍珠奶茶 很好看 是吗 还好 你别说我准备吃了 你刚刚已经把我剩下的所有都吃完了 没有 刚刚一盘这个牛奶的全被吃完了 这很像吸管 他自己吃 真的是 很像吸管 很好看 真的吗 很好看 谢谢 比方说就是 会有一些那种珍珠奶茶的蛋糕之类的 就是看到它那一瞬间 感觉像是那种已经完成一份非常完美的作品 刚刚我看到就是它上面有一个摆旗的一个吸管 再次感谢我们的AK 那现在呢大家都已经完成了我们的铁饼了 现在我们有请各位团员在原位共同展示自己蛋糕 来拍一张漂亮合影 现在请各位共同举起我们的蛋糕 看向我们的水音老师 来记录一下好不好 看下哪位镜头呢 哪边 好 好 我们圣语老师给个手势 看哪个镜头机位 要方便 好 来 我们共同看一下二号机位 来看一下二号 哇 今天这份作品可以说是非常非常赞了 每个人各有心意 而且都使用到了不同的口味 跟大家来分享快乐 好 我们再给大家一点时间去展示一下好不好 大家可以再来看一下 静静欣赏哦 想吃吗 哇 其实我们会知道百齐的玩法非常多 那直播屏幕显得大家也可以试一试我们刚刚这些做法 那这些蛋糕在我们下风之后都会吃完不会浪费的哦 同时到了各位非常期待的环节 送出今晚的超级大福利 看一看究竟哪位幸运儿会降生到我们直播间呢 而且这个名额他将会获得百齐行李箱 来 直接到15个树 各位intone伙伴们来我们误书 5 误书 5 4 3 2 1 我们已经开启抽奖了 那么在活动最后也准备了一个大惊喜 在大百齐和尚签下名字 请各位依次签字吧 那直播也临近尾声了 那么在这样一个晚上 都被我们intone的热情跟继续向上阳光所感染 现在我们会邀请各位依次走到我们的百齐大核四面前 来签字 有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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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们可以选择一个画笔 有一个黑色 有一个是金色的 好 签下名字之后呢 大家可以再一次回味 在最后的话我们会给大家一张非常完美的ndy pose 那在这单位当中呢 我们也真心祝愿intone能够发展越来越好 对 那未来呢 能够跟百齐一起为我们创造更多欢乐 好请回原位 请回原位 来直播间 各位宝贝们 抓紧时间 锁定屏幕 各位请看一下 好 好 请凌方这边入座 看三号是不是 看三号也可以是不是 看三号链接 看三号镜头 看三号镜头 看四号镜头 但是呢一会的话 我们的电波还会继续 喜欢的朋友们可以继续关注百齐京东直播间 那在这里呢 再一次非常感谢今晚直播间的各位朋友 希望大家都能够度过一个快乐的夜晚 哇 各位的签字都好好看哦 这边啊 下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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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下一位 各位呢可以在切完字之后再回到原位上 我们一会来个ending pose 好 各位在我们直播间这个最后的大礼盒当中 可以看到 每个人都在我们这个百齐大礼盒这里 签下不同位置的 但是都属于自己的专属姓名 同时我们也知道 这样的一个团体在我们本次百齐活动当中 给大家分享了快乐 我们也希望之后 Main to One 能够给大家带来更多的惊喜 好不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那今天在直播间呢 我们再会邀请我们其余各位成员 哇 刘宇这边有一个非常专业的一个 模特的一个pose 那同时我们这个大百齐 我知道 其实大家在平时拿的时候很小巧一个 今天给大家做了这样一个非常大的百齐的浴室 我们希望将这样一个大百齐 在负能上更多能量之后 给更多人带来快乐跟惊喜 来我们有请下一位成员吧 有请下一位 那今天我们也知道有各种口味 包括我很喜欢的巧克力味道 以及我们的蓝莓味 还有我们加更高多那些慕斯口味 大家可以在我们活动几周之后来进行品尝 那我们每个人也会有自己不同的ID 以及他们的姿势 大家可以看到整个百齐 马上就要被铺满了 哇 好 下一位 那今天呢我们这个大百齐可以说是别有新意 那么在我们最后的话 也希望大家能够在今后的时间里 吃百齐 能够在生活当中给大家分享快乐 哇 非常棒非常棒 好 下一位 那今天我们不光光是有各种口味 我们会发现这样的一个 类似于人形立排的造型 在今天我们直接幻化成了百齐大明星 也就是百齐巧克力口味 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口味 大家可以在我们活动几周之后 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电播当中 进行更多精彩的呈现 哇 第一次看到有人是 在坐在地上给我们签字的 是不是 来 我们会有请我们的成员 在我们的百齐上 哇 是什么 好的 来 各位 请归位 来 各位 请归位 各位请归位 那么在最后的话 我们 好 在我们直边 往这边再移动一下 我们今天的话 在最后 我们会发现整个大百齐 已经被完全名字铺满了 那现在呢 我们也会邀请大家 共同看向我们前方 再捕捉一张照片 同时呢 在我们本次直播的最后 请我们Aint1 来跟大家说中再见 那么在说再见之前 我们会先邀请我们刘雨 跟大家来再说两句 掌声 好 今天非常开心 能够来到百齐直播间 和大家见面 然后我们也在今天 体验到了非常多好玩的游戏项目 而且我们也品尝到了非常多 好吃的口味 对 因为大家知道 百齐有非常非常多不同的口味 所以今天非常开心 然后Aint1呢 也会 以后会多多加油的 像百齐一样 给大家带来多种的不同的风格 我们的音乐 也和百齐一样 多变百变 好 那我们大家就一起说 大家拜拜 早点休息 晚安 来看一号老师这边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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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